它會以兩種不同的單色光 光速照射於同一光電管表面 所得的光電流 光電流對電位差 它的關係是如右左 就是說 這個終於是電壓 電位差 然後是這個樣子 光速 一開始的時候 這截止電壓是負的 這是V 另外這個是這樣子 這個 這I 這樣子 好 那我們現在的話來看 這個 下熱血核的正確 好 截止電壓的話呢 VA大 這個VB 這什麼意思啊 光電流對電位差的關係 光電流 就說這個電壓越高的時候 到達這裡的時候 它應該是一樣的打 應該一樣 你看喔 這要看哪邊 看這裡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這兩個地方都一樣 你看喔 這個多穩定是什麼意思呢 代表 它這個電壓一直增加的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代表什麼呢 代表它那個 路側光的強度 這路側光的強度 A大於B 路側光的強度 有沒有 路側光的強度 A大於B 那因為它路側光的強度 比較大 所以最後呢 打飽的時候 電流打飽的時候 它比它大 那這兩個的截止電壓事實上 是一樣的 也就是說它那個 打進來光的顏色是一樣 只是說它的強度比它強 所以截止電壓應該是一樣的 B很有選 A有選喔 A有選的話 有沒有看到 A有選的話 是不是看這個 負一點是什麼意思 這個沒有電流 接著電壓應該看這裡 我剛剛看錯了 就是說 它那個 V的話 截止電壓是1.4 對吧 它反向 反向的時候 它電流等於0的時候的電壓 對吧 那B的截止電壓是等於1.9 所以A的截止電壓比B的截止電壓大 應該是看這裡 我剛剛看錯了 所以電流等於0的時候 就是截止電壓的位置 對吧 好 A光的速度 大於B光速度當然錯啦 光速都一樣的 A光的速度 這怎麼可能 光的速度都一樣 怎麼會 怎麼會那個 它可能是這樣 可能是穿到光電子的速度 A光的光電子的速度 A光的光電子的速度 大於B光的速度 這很對啊 它截止電壓大的話 代表 就是說 代表它跑出來的速度 光電子的速度 光電子的速度 A的0.1的快 所以這裡的話 改成 A的那個光電子的速度 因為它出來的時候 沒有錯的話 A的話那個光電子的動能 比較大 所以它截止電壓會比較大 所以這A A是光電子速度 光電子速度 大於B 這是光電子速度 不然光速都一樣的啊 然後波長 照射的波長 照射的波長的話 當然這A比較大 沒有A比較小 對吧 因為它那個A的能量比較高 所以波長難達A小 也能量到B 這也是最可能 如果以致A色光的波長 是4000I 光電表面的公函數是多少 那A的它的那個 它的那個截止電壓1.9 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那個 波長是 是4000I的話 就12400 這是光澤能量 4000I 對吧 減掉那個公函數 公函數是1.2的電子浮特 它會等於那個電子的動能 電子的動能 就是截止電壓的那個電位 然後1的話 乘以多少呢 19.5 電子浮特 所以這是1.9電子浮特 這樣子 那公函數呢 公函數 這個是 來乘以外 公函數是1.5 來乘以外 那來乘以多少 4.3.12 4.1得4 4.1得4 3.1 這四個是3.1 那來乘以外 等於3.1 減掉1.9 3.1-1.9 2 2-1多少 1.2 所以1.2沒有錯 光環數是1.2的電子伏特 對吧 一乘D呢 此光電表面的低線頻率是2.9 它的光電表面的低線頻率 低線頻率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低線頻率 為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它低線波長多少 低線波長的話就是這個 要等於12400 除以Landa 這個是低線波長 波子算出來是L 要注意 那低線波長Landa等多少 12400 除以1.2 像多少 1240 124除以1.2 等於多少 103.33 103.33 103.33 乘100 所以是10333i 10333i 然後它的頻率呢 頻率 Nu Nu 就等於多少呢 c除以Landa 是不是 那c是3乘以10的多少呢 80公尺 那i的Y就等於多少 1.03 乘以10的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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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I嘛,那一I是死的多少呢? 副死之彎公尺嘛 這個就是大概 所以是3,所以1.03 等於多少? 2.91乘以死的多少呢? 8,8之彎-4之彎加10之彎 2.91乘以死的多少? 18,14之彎 對不對 2.91乘以死的幾 4之彎? 1沒有選 1沒有選,應該14之彎